第七章 七年建造圣殿 这章却记载所罗门花十三年建造自己的公式 几乎是两倍的时间 不过总面积还有使用的人数当然也多很多 但作者仅以十二节经文简述 可见这并不是他想要记载的重点 只想要简单带过 究竟所罗门当时想的是什么呢 一个敬畏神被神大大祝福的王 他确实先建造了圣殿 才安顿家世 看似有一个对的次序 然而却在安逸中 不知不觉把自己的家世越做越大 其中的黎巴嫩灵宫是圣殿的三点六倍 用作收纳各国的进贡品 还有收藏武器 另外还为自己盖了寝宫 也为法老的女儿 也就是由埃及联姻的妻子 盖了皇宫 十三年的浩大工程 加上都是使用昂贵的材料 这些都成为日后国家沉沦的伏笔 在列王纪上十二章显示 人民感到负重恶做苦工 最终导致国度的分裂 所以在安逸之时 我们更要小心 神乐意祝福我们 但我们会不会在无形之中 把自己的国度建立起来 从尊神为大 变成尊自己为大 这样就本末导致了 第二个部分 看到工匠护兰 制作圣殿的器物 在十三到五十一节 所罗门特地从泰尔 招来一个铜匠 名叫护兰 经文十四节说 他是拿佛塔利支派中 一个寡妇的儿子 他父亲是泰尔人 做铜匠的 护兰满有智慧 聪明 技能 善于各样同坐 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 做王一切所要做的 这段经文可以看出 护兰他的出身并不尊贵 他的家庭也不是那么完美 他是寡妇的儿子 甚至他的家移民到外邦地区居住 但神却厌重他 使用他 用他以自己的专业与恩赐 来侍奉神 再来他是一个满有智慧 聪明 技能 并且能完成托付的人 他虽然有高超的技能 却没有骄傲 而是忠心地完成王的托付 他按照指示 做了以下的东西 第一 殿前的两根铜柱 高约8到10公尺 直径约1.9公尺 两根柱子各自有名字 一个叫雅金 意思是他必建立 一个叫波阿斯 意思是他大有能力 第二 他铸造了一个铜海 高约2.5公尺 圆周约13.5公尺 里面是储水用的 是供祭司沐浴 洁身用 另外还有十组 铜座加铜盆 都是用来洁净 献祭用的深处 其他还有铜细坛 盆 铲子 盘子等 因为铜的数量太多 甚至无法称重 可见护兰当初所完成的工作 是相当艰巨的 但他却能仔细 完整地完成了 耶和华殿内一切的工作 这是何等光荣 美好又可贵的事情 今天我们看到 一位有专业 有智慧 值得托付的 侍奉者护兰 也想起在摩西时代 被招来建造会幕的 比萨列 这些人并非王室 或是神职人员 却愿意使用恩赐 在神的事工上 这是何等美好的画面 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 上帝为教会 预备了许多 生命很棒 专业 恩赐 很被祝福 重点是 愿意委身 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记得 我们教会并不是 一味的使用专业人才 而是先有对的生命 愿意委身 加入小组 加入团队 才可以被使用 而当生命与恩赐 并行时 服事起来会很顺畅 很喜乐 生命不会空转 并且能够祝福教会 使神的名得着荣耀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愿我们在安逸当中 仍然能够谨慎 帮助我们 我们是被你祝福的 但是我们不要 利用了这样的祝福 反而为自己建造国度 反而没有尊你的名为大 主要也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运用智慧 来使用我们的恩赐 使我们做恩赐的好管家 并且看自己合乎忠道 不成为教会的困扰 乃是成为一个愿意委身 愿意与弟兄姐妹同心 建造教会的人 主要谢谢你 赐给我们这样子的 见解以及榜样 愿我们能够继续的 在主里面被你造就 以及成长 这样祷告是奉靠 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